我娘娘韩国帮她炒点我自个人冷吃的 她跟她玩儿鸡鸡鸡 外面的冷吃的都买到55亿斤了 所以说娘娘韩国帮她炒啊 天意又好吃 炒冷吃的土肉 就要切得小快一点啊 螺子非常的入味 烟团准备的配料很简单啊 都是夹葡萄油的一种小料 随点猛猛烟 去鲜 然后准备的就是葱姜蒜 冰糖花椒倒进去 搅拌均匀 盐制15分钟 是不是特别简单吗 你自己在家里面 你都可以炒点自宫的冷吃的来吃吃 新鲜又好吃 干辣椒用开水泡一下 一起搅拌 中卧子炒出来的辣椒不得服 而且很好吃 现在到油 冷吃的内油要多点油温要高 大火把冷吃的内油 水分炒干大概炒到15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就要用这个专门的冷吃土调料啊 它是所有的香料调味料都给你配合了 一个腿的话大概放一包就够了 如果吃不得辣的朋友 你就放上个半包刚刚合适啊 把冷吃料炒香 剩下的这个调料了啊 你就还可以做 冷吃鸡啊 冷吃牛肉啊 水煮鱼啊 麻辣鸡啊 小煎呀呀那些 平时每次做的时候 放上这么一勺 滴滴滴滴滴的麻辣味啊 非常的方便 这种麻辣小零食冷吃的啊 自己在家里面注意注意看电视 都是爱得很的哦 下方小王家呈现的库存还有很多 干净排三包试试吧